这是奇亚成为猎人后 第一次开启屠杀机制 恐怖的眼神让人寒毛颤雳 仿佛化身为一台杀人机器 要将眼前的一切屠戮殆尽 面对一直逼逼不停的蚊子蚁 奇亚感到十分心烦决定速战速决 下一秒她的手臂变成弯曲的镰刀 直接将蚊子蚁的手臂给搅得粉碎 而这正是暗杀秘书之一蛇活 蚊子蚁还想尝试攻击 但下一秒 另一只手臂也被击碎 愤怒的她只好用出杀手锏 只见一根细长的尾巴 瞬间穿透奇亚的身体 并将恐怖的毒素注入 见到奇亚倒地后 蚊子蚁开始放肆大笑 以为对方必死无疑了 然而下一秒意外发生 只见奇亚腾空而起 骑在蚊子蚁的头上 将她的头来了个180度旋转 如果换作其他人可能已被毒死 但对于杀手家族的人来说 这点毒素跟闹着玩一样 随后奇亚将手画为利爪形态 瞬间来到蚊子蚁身前 并猛地一爪挥出 将对方的头颅开花 蚊子蚁健壮只好亲自出手 她告诉凯特 自己会在这里建造新世界 然后统治整个人类 凯特回怼像她这种指挥奴役人类 来追求快乐的低端生物 一辈子也做不到这种事 被激怒的蚊子立马冲上去 但却被凯特轻松躲过 之后她又抬起马蹄准备踩踏凯特 然而凯特却立马跃起 并在空中调转身姿 一脚踢中她的背部 甚至还挑衅地站在马背上 即便如此凯特也没有轻敌 直接召唤出疯狂小丑 在摇道数字四后 长枪再次出现 虽然凯特不是很满意 但对付允咒也够用了 只见凯特直接抬手 对准冲过来的允咒 随着枪口的火花绽放 允咒应声倒地就此死亡 事后三人继续朝以后的巢穴出发 此时的他们还并不知道 已经被哈加的军团发现 对方正朝着他们不断靠近